我們在香港這邊 端午節會看爬龍舟或爬龍舟 台灣那邊有一個非常流行的遊戲 是他們的習俗 台灣的認識很厲害 當然,做了功課 這麼厲害? 大王站起來我也知道 你又知道甚麼 這個習俗說的是納蛋 納春的認識,哪有納蛋 不是納春天的春 是雞蛋的蛋 即將這個蛋樹立起來 納春說在正午時份立起這隻蛋 接下來年會有好運 端午節…我最喜歡當然吃種 因為有很多不同地方的種 有不同的口味 最重要是鏡著來吃 因為種也很容易吃制 無論如何,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雞蛋如千萬不要吃到 到底一分鐘燉起來的蛋 讓我試試一下 一分鐘時間 那些蛋是生的 還差一點 要很穩定才可以 是否大家相識電池呢 這隻真的有點難度 好, 拿另一隻, 先嘗嘗 好, 又嘗嘗另一隻 夠了嗎?還有11秒 原來是不行的 我讀不起一隻蛋, 請問有道具嗎 牙籤?牙籤可以怎樣用嗎? 牙籤可以怎樣用嗎?這樣用嗎? 牙籤可以用到嗎?是真的嗎? 用牙籤放一會兒, 震動起來? 這樣就行了, 但是… 不是真正凍起牙籤 不過也可以叫作凍起牙籤, 好嗎 要我用一分鐘凍起雞蛋 當然不行了 我猜不可以吧 雞蛋還要這些是玻璃來的 那唯有嘗嘗吧 可以嗎? 行嗎? 你真正凍起牙籃 我要多說一張 蛋會滾下來, 那我用不用滾蛋 失敗了, 我回去練習一下 明年端午節見 總之是與你共度快樂時 薯蛋不簡單 看到淺鵬和Albert都說 好像攪拌腦汁一樣 淺鵬現在有一點輔助物 也可以動起雞蛋 你用不用? 我…可以想一想 因為我看他剛才猛蛋 所以可能猛一隻有機會 有問題嗎 是嗎 你的… 秀文, 你嘗一嘗 你是不是兔女小朋友教你呢 是, 很多不同的 你試試吧, 別說多一遍 你試試吧, 別說多一遍 應該會否好一點 你先試試 1、2、3, 縮手 人家有一筆多的 太好了, 這個只是不倒翁 但我為何可以令紙油不會彈出來 剛才會彈出來的章汁 給我一點時間 好, 別說多一遍 我看見他很心急, 很緊張 對, 讓我嘗嘗 對, 先嘗嘗一下 對, 先嘗嘗一下 然後我看看能否做到 你很聰明 你很聰明 給我一點時間 給我一點時間 好, 這樣是否能報過好運 我想問, 懷孕的媽媽 是否特別聰明一點 可能是, 寶寶聰明 令我聰明一點 我完全想不到 我可以這樣站著 糟糕, 我也有一個方法可以補救 有甚麼方法 放在杯子裡 我喝口茶, 吞吞吞吞 然後… 你真是美貌與智慧命中 我這一年有好運 先換一下 對, 剩下27秒 一分鐘之內要把蛋站在這裡 行嗎?讓我嘗嘗 開始 好了, 今天要再放一隻蛋 可以了嗎 我可以了嗎 真的嗎 完成了嗎 完成了 很厲害 六秒 對, 兩個都可以 你們真的沒見識過 到我來吧 沒見識過 我想現場見識一下 大家看看, 你們一起數吧 六秒吧 不要打破 你真的不要當我是樓 真的嗎?為甚麼 我拿一秒, 我再再說一次 各位觀眾, 不是說我開樓攤 等一下 別說話, 你們不要說話 我搖到… 對… 我們不要碰桌子嗎 很害怕 走吧, 你們不要碰桌子 我再說一次, 不准碰桌 不要呼吸你 不要呼吸… 走開…真的不動 為甚麼… 為甚麼可以這麼厲害 大王, 難道你走運行這麼多年 很厲害 你看我多驕傲 我就知道 對, 很驕傲 是嗎 可以找人幫忙 既然我試得這麼辛苦 你也試得比較辛苦 我試試看 又來? 我終於找到我樓攤了 你知道我樓攤在哪裡 我只能在, 可以嗎 我好害怕 你別弄我, 我不動你的 我的好運, 一連的好運 完成,就這樣就冷了 是熟蛋 大家好,今天我來到這裡 為大家挑戰這個臘蛋 就是把一隻蛋直立即站在這裡 有一分鐘時間 其實我是非常質疑… 我還沒說完,已經成功站在這裡 我真的可以,原來我還很質疑 有機會贏這個冠軍嗎?有甚麼禮物 我們今年有個特別環節 除了我們看到一群藝人參與之外 其實壽民很厲害,推得成功立蛋 再次問你,其實的竅妙在哪裡 首先,真的要選一隻靚蛋 因為那個蛋真的… 你看到重心是很重要的 因為大王那隻立給大家看看 是靈性矮的 矮一點,其實它真的比較容易辣 這隻我看到頭尖尖尾圓圓 它比較容易站 所以剛才再試過之後 就發現原來不是不可能的 很好眼光的 一選就選中了 所以其實辣蛋的巧妙 就是要選對一隻好蛋 然後就全年都可以走運 好了,我覺得它會走運 因為那些老歌 應該是開疾病